在環湖戰道上 湖光山色就在身邊 號稱全球最美的十大自行車道之一 來日月潭 許多中外遊客 指名朝聖 騎車吹風 當然先得找地方租腳踏車 租車店幾乎都集中在水設停車場附近 想租電動車 自行車 隨你挑 十多家業者 有的還有分店 但搶客人 各憑本事 但跟去年第一季比 遊日月潭的遊客 從236萬降到了215萬 又少了一成 窮則變 業者三館齊下 透過旅館 飯店 民宿 簽合作 給折扣 吸引住宿客 小蜜蜂跟店門口更是賣力啦 人多 租車費還可以談 遊覽車團更是兵家必爭 對導遊十一小會還給團提價 是因為陸客團銳減的衝擊嗎 業者否認 因為陸客來 幾乎只搭船遊湖 很少騎車 國內旅遊跟學生團 才是他們最大的財神爺 有的業者拿出新車吸引客人 有的主打名牌腳踏車 歡呼騎到象山遊客中心來回兩個小時 租車費約200 但業者會私下喊價給優惠 聰明的客人早就先做了功課 到旅遊的地方都會先提供 自己先找一些資訊爬文比較安全 業者給團體的租車費通常打八折 旅館介紹的也會給面子打八到九折 部分租車店還會請民宿幫忙賣優惠券 最低達到五折 還加贈時數 上面寫說是兩小時的出租券 要確認一下到底是能騎兩個小時 還是說可以騎到六點 國內旅遊客員逐年萎縮 寄望外國旅遊團起色也不大 業者只能寄望政府多辦活動帶動人潮 別讓日月潭空有世界級的車道跟美景 卻升不出新台幣 記者 蔡曉陽 韓志欣 SNG小組 南投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